一个皇子的意外死亡,使西安错过了成为首都的最后机会。 自明朝开始北京一直作为中国的首都延续下来但是,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皇子的意外死亡中国的首都,就是西安了西安昭明的中古楼。 正是这个历史馆典的见证者西安中古楼,是公元1380年朱元璋下令建造的钟楼的五顶式空檐,散尖式的木建筑结构,属于古代最高建筑等级古楼通高34米比天安门城楼还要高出一米,而且采取了皇家彩绘风格形质之高, 甚至超过了南京的中古楼再等级制度,森严的明代为什么会有这种突破常规的建筑呢? 根据明史,记载朱元璋晚年时曾想把国都迁往西安特派太子朱标前去勘察纵管,中国的朝代更迭有两个王朝最为强盛,一个是西汉一个是唐朝他们将欲宽广两朝都城都是西安。 公元1402年,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,西安错过了最后一个重温帝都救梦的机会。